好来我们来看好右手安排定则再讲一次我们其实这一次考试哈就两两个手手两个手是吗两个手两个 两个手的 pattern ok pattern就只有两个一个是 举 然后一个是比一个站一个就是 右手打开 ok所以一个叫做右手安排定则一个叫做右手开掌定则安排就是比这样可以 就是比一个来ok然后如果是开掌就是 手打开手打开正常打开就可以了好像顺罢这样可以顺罢 好这样ok吗 没有问题哈所以来 等一下 要 有的安排打电话给Jonathan 9年级的妈妈 跟他说他没有进来上课 好 所以右手安排定则我就讲到这里了因为他右手安排定则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你只要判断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电流方向跟磁场方向 ok 如果今天电流走直线 拇指就是电流 如果今天电流转圆 四只手指就是电流这样可以吗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哈好 再来我们往下看 嗯 那这个我们昨天要讲到OK我们也做过这个实验的如果右手开掌定则就是这样 我们来看哦 右手开掌定则的话就是 永远记得磁场磁场 我磁场都是通常我们都会因为电流一定是一条线 电流通常都是一条线 所以拇指通常怎么会放电流因为 就就一只手指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去挤拇指就是电流 OK 四只手指磁场因为磁场你会注意到我们在画磁场的时候 比如说磁铁 有N跟S 那我们画磁场的时候不会只画一条线它还是 好几条线所以 四只手指一定就是磁场 这样可以吗 所以磁场 像以这个这个题 我们磁场通常不会只画一条线 会画好几条线 磁力线嘛对不对所以四只手指你就记 他就是磁场 因为还有四个箭头 那 手掌心的方向就是准备 那个什么 打人的那个那个那个方向吗 所以手掌心的方向就是你的力 的方向 OK力的方向就是手掌心的方向好这个 其实这种题目 讲多没有用 你要做你要多练习 才会 熟悉OK要多练习才要熟悉啊来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嗯我看一下啊这个 你这一题 这个这个其实它是一个 你没有以前有没有看过一种电视 电视一种TV就是他是 很大的一台 TV 给你们看了 嗯 你那叫什么 你 好 你们现在看到的电视都是长这样 对不对 你现在看到电视都是这样薄薄的 OK 就是 扁扁的OK 现在家里的电视应该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这样 好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种 电视 比如说我们叫做 音机 OK有一种电视是长这样的 有没有看过 有看过居首呀 什么时候看过家里有吗 我记得好像 那个什么 每次店有骗过你们就说这个是CCTV然后那什么 嗯 那个叫校长可以从里面看到你们 然后就好像就有人相信了 这个是电视哈他不是CCTV来 这个东西其实他是这样 OK 里面他其实是长这样他为什么后你也注意看他他其实他的 屁股都很大OK就是 给你们分享画面的东西 就是他会有一个 你叫后脑勺吗或者他他这个屁股很大一颗 因为看到他非常非常厚OK为什么因为里面他装的就是这个长这样的东西 OK我们来看他这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hitter 我用我应该把这个图片 copy paste copy到powerpoint OK 来 来看 这是 以前比较 老一辈 或者是比较 你说不定你现在还会还会有机会看到了OK 这是比较 旧的电视来 我们来看他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OK 有没有看到这个cannot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哈那个什么 我们在讲电池的时候 还记得吗 我们会有 正极会有负极然后有阳极跟阴极 阴极就叫cannot OK 这个cannot OK 这个东西 我们叫做阴极射线管为什么 因为这边会 他这边有没有看到还有一个叫叫做hitter 为什么是hitter OK 其实他这边就是一 电 会有电 电流过之后他会加热 加热温度就会变得很高 温度高温之后他就 放出电子 OK 我们都学过吗 我们学过原子对不对 atoms atoms里面 原子里面他他会有什么会有直子电子中子有正电的有不带电的还记得吗 有正电不带电的不带电的然后外面最外层有一个负电的东西会绕着他转这个是我们说electron 电子 今天 我就在里面他有他有元素加热之后这个电子 电子会怎样电子会被发射出去 这样懂我意思 照理说电子他会这样发射是发射撞到前面这边 应该是走直线的可是为什么今天会 转完雷来我们现在就要讲这件事情 OK 来电子是怎样带负电的 我们先来看电子是带负电的来这边会有一个什么东西 有没有看到这个deflator coin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线圈或者是你叫做电磁铁可以为什么因为 这个他是一圈一圈的线圈 应该我应该画反了OK他线圈是长这样的 这样子的线圈 通电之后这边就变成一个磁铁 假设这个磁铁我随便讲 假设这个磁铁上面是N底下是S OK上面是N底下是S 然后呢 这个磁铁他会这样 转成他会 围绕着一圈 OK围绕着 这里一圈都是整个都是磁铁 然后呢好 现在问题现在 那个什么 也不是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 电子是负电的 负电会往右边走 来 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 右手开掌定着拿出来OK右手开掌定着你的手掌打开来 来 磁场往哪一个方向 如果以这一题来讲 磁场往哪一个方向 N是不是从上指向下 四指手指是不是要往下指 对不对 来拇指往哪一个方向 我们现在看 负电他会往右边走 OK这个负电子他要往右边 这样冲过去 请问拇指 电流会往哪一个方向 我没有上下左右跟 进去跟出来 请问 拇指往哪一个方向 有看懂吗 看不懂 OK糟糕了 OK 我我我我我找一下 这是这个东西是这个这是那颗电视看得出来吗这张图是这个电视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就是电视我把它切一半 就是这台电视了 电视我把它切一半然后这边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边就是有一个 一 这边 这边会 发射 发射一颗电子发射一个电子出去 那就打到上面 打到这边 打到这里 看懂我意思吗 有他有有他懂吗 看看不懂的举手呀 OK好来我 把这两张图放在一起好了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 这个东西呀对对对 这个东西有没有好看一点的 啊这个 看得出来吧 来再讲一次啊 这里这一个 电视 我把它拆开来里面是长这样的东西 我也把它拆开之后里面变成这样 这个东西 如果我是从 他的旁边去看的话他是长这个样子的可以吗 有看懂了吗 可以好 来你的黑的在哪里就是这个 我现在把它用红色笔好了 圈起来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在这边他会简单来讲这边是干嘛的发射电子 OK他会把那个电子electron射出去 怎么是 往前发射OK 照理说往前发射应该直直走直线去撞到前面的吗 对不对 OK吗 然后打在这边就是他的萤幕 OK这边就是他的萤幕就是这个你看到的画面 这边就是你看到你看到画面就会出现在这里 这样有没有问题 OK吗 可以啊 不行的看不懂的还是还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举手一下 没有啊OK来 那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其实有很多装置了其实这边还有很多一些电 线圈他这边就是 有会有 这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铜线 这边呢这一小块有没有看到铜线这个铜线会绕着这边转 OK 通电之后这边就形成磁场 叫OK吗 有听懂吗 可以啊 OK吗 金虹不行吗 不行 暗身举手怎么样 这么难吗哎我要用蓝色 我用蓝色笔 OK我现在用蓝色笔哦 画的这一块 画的这一块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我现在蓝色全起来的地方 这样可以吗 简单来讲这边是磁铁了好不好 这边是磁铁OK吗 好好 所以回到上面这边 好这一个东西他是怎么握的他是怎么运作的 以前的电视他是这样的 OK你现在应该没有机会碰到这样的电视了 OK我这边会 我在这里哦 我刚才讲了这边会产生一个 负电的电子 OK负电的电子 电子会怎样会被我发射出去 往哪一个方向发射往右边发射可以吗 往右边发射 所以 红色的 还往右边发射到这边 那 当我今天撞到 萤幕上这个地方这边就发光 这边就发亮 OK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哦 好 正常来讲电子是走直线的 他不会转弯 OK你你你发射出去他就走直线 可是今天我整个萤幕整个画面整个screen 我都希望有出现不同颜色 都希望出现整个画面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会加什么 我们在现在用 我现在用蓝色笔好了OK我现在用蓝色笔 圈起来这一块我在这边会加 不同方向的磁场 OK不同方向的磁场 好 假设我今天你不用管我磁场怎么放 我就直接告诉你说 今天磁场 磁场磁场的方向是怎样 假设 电子在发射的时候这里的磁场是进去的 圆圈打叉叉 这里的磁场方向是进去的圆圈打叉叉 来四只手指怎么 你现在把你的右手拿出来 四只手指指向哪里 四只手指要 进去 你的电脑萤幕可以吗 现在跟着我一起比哦OK 四只手指指向电脑萤幕 那你们看到是指出来吗对不对OK 你看哦四只手指进去 好 拇指向哪一个方向 拇指往右吗还是 往左 以电子来讲电子是往右走 对不对 电子往右所以 我们会觉得说电子往右所以 拇指往右那你的掌心是不是向上 对吧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他 转弯了对不对 OK他是会转弯 往上走对不对 要懂我意思吗 好可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是怎样 我们刚刚拇指是电流 什么是电流 如果是正电的话OK 如果今天他是正电 这个电子 他是正电 那确实往上走没有错 可是他是负电 什么是负电 我画在旁边 如果说电流 OK电流往右走 电子 就是往左走 这样可以吗 这件事情可以接受吗 加烟OK吗 加烟睡着了 还是这样好吗 休息 如果电子往右走 讲错了电子往左走电流就是往右 现在今天我这个题目今天这个叫做应急射线管 他发射出去的都是电子 电子他往右走所以正 以电流来讲 我的拇指应该是要往左才对不是往右 这样可以吗 我的拇指是要往左 OK 再讲一次 四肢手指 指路你 这个是现在四肢手指是磁场磁场没有问题 射进去你的电脑萤幕 拇指我们这个时候要往左边 OK我们要往左边 然后你会发现掌心这样下 所以以这一题来讲 我现在画的这一题来讲 这一个 电子他应该要往下走才对 所以如果我要跟 电脑 如果我现在要跟这个这张图一模一样的话 我就要怎么做 我只能这样磁场反过来 磁场怎么样磁场变成像射出来 他不是进去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当我磁场出来的时候 磁场出来的时候 拇指 磁场出来吗OK 出来就指向我自己吗对不对 东西是吗 如果我今天我要 我要我的结果要跟我的 这张图一模一样的话 我再画一次 磁场怎样 磁场今天是射出来的圆圈圈一个点 圆圈圈一个点 圆圈圈一个点 来四肢手指怎么指 OK 四肢手指指向你自己 对不对 对吧 拇指勒 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 这个是电子 电子虽然往右走 电子虽然往右走 可是 电流是往左 这样可以吗 电子往右的话 电流就是往左走 所以这个时候 四肢手指指向自己 拇指向左 所以你的掌心会向上 你们有没有 你们要跟着我一起比 再比一次 OK 四肢手指 四肢手指怎样 指向自己 OK 拇指应该是向左 为什么 虽然电子是往右走 可是拇指要向左 因为 负电跟正电是刚好相反的 我们的拇指是指正电的方向 这样懂我意思吗 拇指是正电的方向 可是他今天是负电子啊 所以四肢手指指向自己 拇指向 左边 这个时候他收到的力 就会向上 他就会被吸引吸上去 这样可以吗 就会被吸引吸上去 有没有问题 有听懂的 点头听不懂的摇头 听不懂 糟糕 OK 好 我我我我我我 我再开 我开一个powerpoint 哎不是开powerpoint 哎今天这个怎么还没好 我们直接拿 我直接拿 课本 一个题目来看好了 哎这一题我们讲过了对不对 立体二字期 讲过了吗 OK立体二字期 有没有同学不会的举手一下我看一下 OK吗 达胜都OK吗 这一期这些题目 你如果不行 星期四早上自习的时候还可以来问我OK 好 立体二字帮我们也讲过了 我看一下还有哪一题我们可以讲解 直接拿习做好给我自己拿习做 哇好像上不完你怎么办 这我考试 我有出全部都有考 你 好 等下再讲 等下再处理考试的问题来我们来看第 习做46页 我要我们放开习做46页 我们直接看第几题 20题 好20题 我们直接看最后他说请判断铜线会怎么移动 请你判断铜线会怎么移动 来四肢手指向哪里 四肢手指 N指向S N指向S 所以是 四肢手指是向下 OK 以这个 题目来讲 他这边有分上下 还有东西南北吗 对不对 所以 四肢手指向下 好电流方向向什么 向左因为电流应该 不是向左 就是向南 以这边来讲 以这一题来讲是向南 OK 就是你们现在电脑荧幕看到的向左了 所以四肢手指向下 然后呢 拇指向左 你会发现 掌心的方向会向哪一个方向 会出来也就是我们说的向东 这样可以吗 在这边向东 有没有问题 这一题 掌心 所以他会向东 答案是C OK的点头不OK的摇头 可以 硬人OK吗 好保铃可以 好再来我们看 如果可以我们看21题 OK 21题来 这边有甲乙丙丁 你看 我们先看这一圈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甲乙丙丁 电池我们先看电池的电池正极在这边 负极在这边 所以电流会这样走 OK走到甲的时候 这边是怎样 往这个方向 甲是往这个方向 乙是往这个方向 加以 丙 丙 这样可以吗 加以丙丁 好 然后呢 这是他们电流方向 可是磁场呢 磁场不管谁都一样 磁场全部都是这样 所以就是都是直接向下 磁场都是直接 N指向S N指向S 有没有注意到 OK 好 我们来看 题目说 当通电的时候 这四段 铜线会受到磁力的方向 分别 甲为向几 甲是向方 什么方向 乙是向什么方向 丙向什么方向 丙向我方向 来 写一下 OK判断一下 四肢手写全部都是向下的 可是你的甲就怎样 你就自己转 OK 你要手自己转 OK 四肢手写向下 假如果是假是指向荧幕的话 他就是你的掌心会向哪里 我们来看 这边还有画方向标给你 他跟你说这边是北 然后呢 这边就是南 这边是东 加 这边是东 这边是西 好 四肢的向下 拇指向北的话 我可以假会向西边 为假会向西西就是west 还会向西 我写一下这边中文叫做西 以呢 你会发现 以会向哪里 以会向北 OK 这样可以吗 以会向北 丙呢 丙的话你会向东 会丙的话会向东 is 好丁就只剩下一个吗 丁就会向南 南 这样OK吗 可以来 听不懂的 举手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的举手一下 汉森是打叉是 不会还是怎样 会 会OK 好来 如果可以我们现在看22题 OK 22题就跟刚刚有点像的 跟刚刚有点像 来我们来看 四只手指向哪里 N指向S 所以四只手指向 在这里 向什么 四只手指向右 对不对 然后呢来题目跟你说什么 题目跟你说 此例子向什么方向的时候不会受到磁力的作用 什么意思 你的 这个例子是负电 OK 其实你先不要管他是正电还是负电OK 他可能是正可能是负电先不要管他 题目说的是 往哪一个方向运动他不会受到磁力 我说过了吗 电流如果跟磁场同方向 OK OK 那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受到磁力 来磁场是向 什么方向 向这个方向 所以意思是说电子 他往右走或是往左走都不会受到磁力 这样可以吗 再讲一次 磁场是N指向S OK 我的电子或是不管是正电还是负电 我只要跟他同方向或者是 OK 跟他 反方向只要不要跟他垂直 他都会怎样他就不受力 OK 像 这里他有给你选项ABCD吗 C方向所以答案是C 来这里帮我写一下 这里帮我写一下 这里帮我写一下 OK 电流 OK 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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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 磁场 的时候怎样不受力 发现 OK 电流平行磁场不受力 可是电流只要垂直磁场他就已经受力 这样可以吗 OK OK吗 可以好所以他说 B和E B和E好像没有错 如果是B和E我们来看 现在 如果磁场 磁场还是一样 像 只向这个方向了 如果你的电流 如果你的电子是往B方向去走的话来 四肢手指向右 OK拇指如果向B他就是向下 如果拇指向E你受到磁力就向上 你懂我意思 我是不是要把手拿出来 我今天的手打不开你怎么这样 你看呢 我换手掌 如果你今天 右手 拇指是电流方向 四肢手指 我换到五肢手指 1234 如果你的拇指是向 四肢手指 四肢手指是磁场方向吗对不对 如果你的电子是往E方向走的话 我拇指应该要往这个往这个方向知道为什么吗 拇指是电流方向 电子会跟 电子如果往 一方向走我拇指叫 指向B 因为他是负电 OK他是负电 我的拇指是指针电的 那懂我意思吗 我看一下 我的右手出来 右手出来了 嗯 等我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等我一下 OK OK来 四肢手指 嗯 四肢手指我们要讲 四肢手指向这个方向 对吧 四肢手指向这个方向对吧 对吧 好 如果 如果今天这个电子我们先我先这边 先 看一下我先查掉一下 好 先查掉 好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电子网 如果今天电子网 B方向走 如果这个负电 如果今天这个负电往B方向走 我的拇指要跟他反方向 不能往我的拇指不能往B我的拇指要 这个方向 知道为什么吧 因为 拇指 是电流的方向不是电子的方向 这样 拇指会跟电子相反 的吧 这样 反过来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电子这样 如果今天电子是往 一方向 移动的话 假设电子是往这个方向移动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的 拇指就要反过来 去 我拇指要这样摆 来 有有看懂吗 要把你的手跟我的比比比 你要把你的手跟 把你的手跟 荧幕上的手比一下 可以吗 糟糕 OK吗 不OK 不行 来 再讲一次 我这边再讲一次 我们常常在讲电流 电流其实是正电的 再讲说电流是正电的 可以吗 拇指是电流的方向 当我们在讲拇指的时候 是说 电流的方向 可是今天这个题目呢 今天这个题目它不是正电 OK 它是负电 负电 它是跟电流相反 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我今天这个电子它往 E的方向走 这个时候 我的拇指应该要跟E反方向 就是我的拇指要指向B 而不是指向E 知道我现在讲的B跟E是哪里吗 这边是B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E有没有看到 OK吗 老师所以如果那个指向E所以那个手指是跟A的一样 对吧 手指你说拇指吗拇指会指向B不是A 那那个 手有什么不同的那个A 他不也是 按到S然后也是去向有点前面 去的 那个拇指A是向上哦 A是向上哦 如果A的话A是向上哦 哦所以是要这样子的 这样子 对你你你你你镜头比的手跟我 真的看到的时候我会对你你你你镜头比出来的时候会变成左手 所以我先 反正如果A他是这样子的还是这样子的 A是对 指向上拇指会指向上指向天空 A是向上跟向下 B跟E B是进去跟出来 OK B是进去跟出来 C的话就是向右吗 这样可以理解吗 OK A是向上 D是向下 B是进去 E是出来 OK 所以意思是说如果电子 电子 就是 这个负电了如果这个负电他是 负电他是走B的话 就是进去吗 那这个时候我的拇指反而要指向1 就是出来 反而我要指向1 就是从这 负电就是这么麻烦了 OK吗 好 我知道已经 时间下课了 然后 今天 我们再加一次课OK 再给你们练习一次OK我再讲 讲一下然后呢 再来 我现在要跟你们 讲一个很 严重的事情就是 2-5 我来不及交完 不考 OK 不考可是我已经出在考件上了 OK 我已经出在考件上 所以考件上 有看到2-5的题目 不会做是不是 你可以 随便 签答案 都算你们对 好不好 好 就是那一题不算分数 OK那一题不算分数 反正我不会扣你们也不会那个那只要有2-5的题目我不会算不会算在你们的考卷分数里面 所以你看到像这样的题目就不用管他 OK 或者是你看到不会写的题目可能应该就是2-5的题目啦 应该就是2-5的题目那 你就随便写就好 OK 大概就是这样 好 因为我来不及讲 OK 2-5我们真的来不及讲所以 今天晚上8点OK晚上8点一样8点好了 OK8点有需要的同学就留下来 一起 再继续我会继续再把他讲完 然后习坐我已经有昨天我有讲习坐习坐的题目你要再你要去看 我有录影放到YouTube那记得要去看 OK 有问题可以留下来没有问题的 再见拜拜 为什么再见拜拜老师 我在下课啦 我刚我刚刚disconnect老师 啊 等一下晚上8点OK我们会 会会会会会有假课 那你有需要的话就留下来 然后对今天的题目我大概就讲到这里 那有问题了 你再问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下课了 啊谢谢老师拜拜